好 11點熱草片 尚好 不唱不辣不上桌 好 每個人家裡面多多少少都有書 對 很多書 家裡面最浪漫甜蜜的一本書 不是瓊瑤的小說 那是什麼書 這是求生意義很強的人 才會講出來的 為什麼 好甜蜜 對 一般爸爸最喜歡的那一本書 什麼書 這個才比較像妳會講的話 OK 但是親如夫妻 甜蜜歸甜蜜 跟你講 跟兄弟一樣 也是得要明算帳 你是說夫妻之間的帳要算清楚 你跟芽芽有算清楚嗎 如果不想要明算帳 那就要相哥這樣 對 一揚破九陰 怎麼樣 不用在那邊煮筆說 這個是該誰花 這個該誰花 全部 你看 哥就是殺氣 所以我說 一揚破九陰 不要一直講這個 你會害死我們所有的老婆 對 你看是不是 老婆們 是不是大家都應該像哥這樣子一樣 厲害 玉琳哥 你是不是怕回家會跪算盤 很多 藝人都私下告訴我說 玉琳哥你不要再倡導這種觀念 對 你搞得我們很難做了 害死人 我媽媽昨天跟我講說 她看到你一則新聞說 你有五棟房子 現金 父親 然後所要過戶給林鄉 對 不是 她說 我媽說你看 玉琳哥 我聽到她在跟我爸講話 她說你看那個玉琳哥 她五棟房子都是要給她太太的 什麼這樣子 不是給她 給她有時候是未來士 有時候她不見得有誠意 我是 對嘛 你看 你都已經不在乎以後了 好 今天我們要講什麼 對 就是家家有本難念的記憶 對 所以我們請了三組夫妻 我們透過節目這樣子 平常有什麼不滿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散播歡樂散播愛 我跟你講幸福是比較有出來的 大家不要害怕 你就暢所欲言 因為在我們節目上 我們常常拯救很多夫妻的感情 因為你自己覺得你們很差 你聽到別人就 Oh my God 這太慘了 還好你沒那麼爛 我們回家還是好好的 譬如說 你覺得你們相處的 不是很融洽 你聽完那個道遠跟吉祥的 我比他們好多 對 幸福 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對啊 所以 好沒錯 今天是要來算帳 一比一比帳來算 看這個錢花得是不是 值不值得 應該 對 好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夫妻來賓們 是鳳哥 二哥李欣 李欣 道遠跟靜香 來 我們延宣永遠的神雕俠女 侯昌明 曾雅蘭 來 夫妻算帳 一定得要有公正人事 好 我們今天的裁判長 林翔 好 兩句話不說不明 今天就要來說個清清楚 如果還說不清楚 我這邊有準備 厲害了 不是 今天現場簽名蓋章 剛剛還在說要勸夫叫和 馬上離婚證書準備好 今天現場的來賓 都可以當公正人 因為離婚需要兩個證人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既然都在 不會 大家不要害怕 我們真的不會到這個地步 你們沒有遊戲規則說 如果YNA對離婚的 房子通通要過給林翔吧 沒有吧 沒有 玩大富翁 不玩鞋 他變富婆 對啊 不得了了 不會 我們這個最近 真的是要讓大家化解心血 平常錄影 我看你也沒那麼活躍 今天有林翔 你怎麼特別一直跟他 對 女神 女神 你根本能掩飾不了對不對 真的嗎 你好像什麼話題都針對他在講 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你們節目 因為你們都特別安排這個座位 就最近的距離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節目錄個是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超明哥穿著越來越年輕 真的嗎 因為他看妝刀 他知道今天有誰 特別精心打扮過 好 我們今天要讓夫妻們 就是你的心結要打開 這感情要昇華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聊我們的主題了 我們先來請靜香跟道遠 跟我們來講一講 什麼錢讓妳覺得花得很不爽 或者被使用的讓妳一肚子活 結婚這麼多年來 妳都沒有講 妳今天要一直講金錢 對 我們今天要讓大家來評評理 究竟我們會不會先拿到 那一張離婚 我怕等一下大家搶個藥 這張離婚 拿我婚禮紅包去還債 那時候交往的時候 有一次約會 他就帶我去士林夜市 然後我們去士林夜市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寶貝 妳等我一下 我先去便利商店的ATM領個錢 因為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才有錢 可以去吃東西 他在ATM領錢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尊重對方的隱私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在交往 男女朋友而已 我不要去看他戶頭裡面 有多少錢 所以我就在旁邊 就是在逛飲料區 零食區在那邊看看 回避 對 回避一下 然後他就突然就跟我講說 寶貝 妳過來 妳來看一下 我就想說 他這麼大方 叫我過去看他的戶頭 有多少錢 那應該是代表 他戶頭應該滿有錢的 他才會叫我去看對不對 結果我湊進去一看 我問了很多次 可是我沒有看錯吧 三個零 怎麼算 就是四位數 沒有 第四個零了 沒有 就是這四位數不到五千塊的存款 這樣也好意思叫我看 然後我就很緊張問他說 這是不是你唯一的戶頭 還是你還有另外一個存錢戶頭 他就跟我說 沒有 這是我唯一的戶頭 我就說 你都沒有存錢的習慣嗎 你如果這五千 不到五千塊的積蓄 花完了怎麼辦 妳那時候心裡面 有沒有起過一個念頭 這個人不能跟他在一起了 是沒有 你看我多愛他 我真的沒有起過這個念頭 是 然後我就跟 他導演真的好喝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沒有錢沒關係 我們一起打拚 一起努力存錢賺錢就好了 至少他沒有負債 所以我就選擇嫁給他了 然後我們結婚當天晚上 我們就宴客 宴客完扣掉那個洗酒的錢 那個紅包錢 我們還 當天晚上我就很開心 我就跟他講說 Yes 老公 我可以去馬爾地夫度蜜月了 因為馬爾地夫是女人的夢想 結果沒想到 睡了一晚 隔天起床的時候 我婆婆就交給我一個帳本 跟我講說 來 這個是道遠出社會 從18歲到28歲 這十年中間欠我所有的錢 我都幫他記錄下來了 既然你們已經結婚了 所以你們現在是夫妻了 要一起還我這個錢 欠他媽媽 對 欠他媽媽的錢 所以是跟媽媽借錢 對 一樣 親母子也要迷上賬 我們哪有人會這樣算孩子的錢 好不好 結果我就想 他就跟我說 我們先還給媽媽好了 杜蜜月之後可以再補 全部還完之後 還沒還完 媽媽的那個賬本還不夠 40萬還不夠 還不夠 你們就看他到底欠了多少錢 欠超多的 結果我們的杜蜜月 你們知道去哪裡嗎 什麼馬爾地夫 連馬來西亞都沒有 結果去了巴黎島 而且還是自助旅行 氣死人了 我就想問雅蘭姐還有李欣姐 你們杜蜜月去哪裡 三明哥 你們去哪裡 我們杜蜜月是去 你看 四鵬 你們杜蜜月去哪裡 我們當時好像 結完婚第一次出國 也是去巴黎島 但我不承認那是杜蜜月 他後來有補我一趟歐洲 還有歐洲 對 從東山就在巴黎島 補我一趟 但是你們要開心一點 因為雖然我們去夏威夷跟日本 錢也不是我老公付的 是我媽媽付的 因為我嫁給我老公的時候 也是三位處 同樣是媽媽 你看你媽媽對你多好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得承認 我對理財真的是沒有什麼觀念 當時真的是剛好 專業人生第一桶金 所以我就是想說 享受一下自己 因為而且我 你都人生第一桶金 是那個40萬的禮金嗎 不是 我以為你把之前 原本有賺到第一桶金 我講說好慘 對 我當時就是不太會理財 但是我也是千百個不願 因為你看我的身材 我的衣服大 我的腳也大 所以我的尺寸其實是非常難買的 所以當我看到我能穿的衣服 褲子或者鞋子的時候 我幾乎都會包色 所以我覺得花這筆錢 就可以說得是理所當然 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男生 就是我們都已經這麼辛苦賺錢了 花錢慰勞一下自己 我覺得是很OK的 剛剛跟媽媽借錢這一塊 其實媽媽原本是要資助我 對 她是說妳不用還 但是我覺得 我很有意氣 我跟她說 媽媽 不要用資助的 我算跟你借 那我等我以後發達了 我一定還你 那你發達再拿去 也好快 我以為自己在說沒發達 他差點 其實還剛結婚 沒想到我到現在已經36歲了 還沒有發達 不是 等不到你發達的那一天 人生始終在走低潮 沒有高潮 只是一般媽媽應該也能解讀說 這是兒子的唬爛話 對 對 沒想到我媽當真了 對 我結婚的時候 付債3000萬 就是那個時期 我想說 要快速還清債務 這一團很重要 是 所以我當時一個原則 我為什麼可以洗開擺桌 你知道嗎 上過我節目的 我那時候也是製作人 你們都領我的錢 來參加我的婚禮應該的吧 該不會堆了 領我那麼多你的錢 這樣子演藝圈就來了一半了 對不對 剩下另外一半 那時候因為我也在走目前 我上過你節目 那你也要來吧 所以另外一半的人也來了 所以全演藝圈都到了 旗開100桌 所以你贏餘40萬對不對 哥啊 300萬 你就可以還完3000萬的300萬 隔天 所以芽芽也沒有度蜜月 沒有 芽芽到現在還沒有度蜜月 沒有 往後的日子當然了 你要說補也是補 因為我們也是 常出國 常出國 那我就是因為心懷愧疚 所以我才努力賺錢 不然我怎麼變通告王 我如果好好的也不會變通告王 我就是因為覺得對他有虧欠 我要賺更多來彌補他 奮發圖強 所以我才會講那句名言 求來就打 前來就幹 就是上來的 因為我沒有選擇的 是 我有什麼資格調節後 其實你一次結婚那種300萬 對啊 我剛剛在想過 但是因為沒有 沒有人會來 送那麼多紅包 人有可能會來 但是沒有那麼多女人要嫁給我 不是 努力一下就有了 所以我那時候 每日每夜在錄 就是你只要有邀約就錄 五萬塊我也去 五千塊我也去 就那個時候你沒在挑 你看那時候就也四十幾歲了 就是迅速累積財富 道遠 你才36 你要加油 好 我最先努力 所以當時我都很早起床 叫醒我的不是鬧鐘 叫醒我的是夢想 我的天啊 你真的好會呼嗎 好好吃喔 可是真的是很激勵人心的 每天去的時候 你錢進的是錢 換我抱怨一下 好 你抱怨 拿一筆帳 讓你很不開心 有一筆帳 我覺得很不甘心的就是 很不爽的 對 我竟然要幫我的老婆的 親戚養小孩 靜香 這樣你們兩個 就一筆勾銷了 對啊 我跟你說一下 這個靜香有一個表姐 真的是非常地誇張 她有一次來我們家做客之後 她發現我們演藝圈的習性 工作習性非常的不穩定 就是說有通告我們就去上 沒有通告的時候 我們就在家 就是比較沒有事情做 她就覺得說 因為她的剛好工作時間 都是比較不固定的 所以她就想說 有一天她就說 你們今天剛好沒有通告 那幫忙我顧一下小孩好不好 我當然覺得OK 反正親戚之間互相幫忙 Cover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OK的 但是沒想到這一Cover 就Cover沒完沒了 到現在已經 持續四年的時間 一個禮拜當中 會有兩天的時間 這個小孩會在我們家 當中度過 有時候是一天 所以她只是在你家玩 不是 她是要我下課的時候 就去幫她接小孩 通常帶完小孩去吃完飯 她又會說 叔叔 我要去夜市 有時候放假日在我們家的時候 又要帶她去樂園玩 妳有跟靜香抱怨過嗎 我跟她抱怨過 她竟然回答我說 親戚之間 妳幹嘛計較這麼多 就只是一點點小錢而已 她竟然這樣回答我 我就跟她說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我們 應該要去負擔 別人的小錢對妳可能是大錢 對 因為我已經快沒錢了 那我還要去花費這些錢 妳讓我錢去弄短生 我人生已經在走低潮沒有高潮 還是妳要不要考慮加入啦啦隊 妳們大啦隊不是有個男生 拿大聲攻嗎 那個植物叫什麼 團長 可以喔 對啊 道遠很有喜感 很丁活 道遠 不是 我一定要講一下 親戚互相幫忙 本來就是應該的 因為你要想 我們要為未來著想 我們會不會哪一天 也需要表姐幫我們帶小孩的時候 會有哪一天嗎 有可能要對她 有可能要起飛的時候 不是上原來還在走低潮 她都在家裡 她可以自己看小孩 我不跟表姐拿 我跟她拿 我說妳可不可以幫妳表姐出 她說 這點小錢妳也要跟我拿 小孩子吃不多 道遠 你是小孩姐 道遠 我教妳一招 長輩講話了 妳下次 在A隊領錢的時候 妳叫表姐過來看 對 各十百 還送給她聽 各十百千 道遠 各十百千 她就懂了 對 會不會表姐覺得你 搞不好表姐起了側隱之心 有的ATM不是也可以 把錢弄進去存吧 她還拿個幾千塊 要幫妳弄進去而已 OK 表姐 還跟她暗示一下 表姐 可是道遠如果她表姐 真的是拿那種 今天你要接她小孩 她拿個500塊給妳 說道遠 妳好意思收嗎 妳好意思收嗎 最大那個人 我會收耶 真的要講一下 沒有 死一死 鼻一死 我也是為了小孩子 對啊 也不要打腫臉充胖子 雖然妳本來就是胖子 妳可以修飾一下嗎 雖然妳本來就有點醜 來 裁判長 針對道遠跟靜香呢 我在想裁判長 會不會以後都不感覺 妳會不會 妳親了下來 我覺得好可怕 對啊 她不感覺 妳會不會常來這裡 然後慢慢的就有陰影了 有一點耶 因為上次那集講姓氏 我也覺得很可怕 還有人在追魯麗的高潮 就知道 我們那集講姓氏 那真的很可憐 全網暴動 真的 對 討論的回響實在是 很可怕 很真實 現在這裡也很真實 我覺得他們這一個就是 我覺得 道遠太斤斤計較的 那種小小的東西 富滿意裁判長的 那個道理也可以斬撥 因為我很公正 然後他都會忘記 靜香曾經的付出 然後想要計較這種小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錯了 所以你要學習玉琳歌 就是抱持著一個 彌補的心態 越來越發達 我一直說我未來成功之後 我會彌補發達 你們結婚幾年了 靜香 九年 九年都一直在等待未來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花兒都卸了 頭髮也白了 靜香又50歲了 前方的道路是迷茫的 對 那道遠妳要不要指引她 叫名路 她知道往哪個方向 當團長 剛剛團長 因為我們團長通常都要有 就是 肚子 我是唱歌出來的 對 所以你喊聲 可能有可能 對 你喊聲的時候 可以凝聚大家的力量 而且你又是唱歌出來的 那現在有沒有直覺 可以報名嗎 那你們 你有興趣來餵犬龍嗎 可以 因為餵犬龍現在是 我們公司有在負責一點點 可以跟她討論一下 你看香香要幫你 香香幫你 我說不定就這樣 早上人生的高潮 對 以後香香就是妳的高潮 妳的貴人 對 她是答應我 妳不要到時候變成跟她在一起